日本時代的中興南路叫做本町 那時候,整條街都是放巴洛克斯建築,尊重在歐洲 老頌皮一樣的角度,你給比較看看 這張水噹噹,不是泡沫罐,還是便宜 來,再看一段,你看,這是現代,還是古代 實在是插尖椎 差不多在現代中興南路一段四十八盒,這裡 並著是從來有局,但是在過去,它是新歌路下 原來新歌路下是紅磚白世代的成爺風格 三棧老闆館大小客房有三十間 老主家是美兄建山金潮集 那時候,台北準備引進電車,它已經為母炭錢的機會,所以馬上去一個禮貫 這別本地也是一間巴洛克斯紅棧家的便宜 現在是變成一間非常Fashion的大樓 如果是我,我會回來見到,那時候,那間Fashion的大樓,就是差不多這個店 用三股軒肉店,是在賣雞肉,割到牛肉 這間,這間就是新歌路下 你說,漁夫,你也知道長得什麼樣子啦 嗯,比較簡單,來,我告訴你,相比,就是這樣 有誰嗎 現在,這個新歌路下,說老了來 好像會變成這個公文,那就是電車啦